各位媒介朋友 各位市民 剛剛是政府和中央政府公佈了 特區政府新一龍的班子的更換 我們在這裡作個回憶 現在特區政府以致香港社會面對三大挑戰 第一大挑戰當然是疫情 特區政府無論新舊的班子 必須繼續努力團結一致去抗疫 因為這一場是不能輸的仗 一定要打好疫情這場仗 也要提早去準備 當疫情穩定的時候要重振香港經濟 重新帶領香港出發 第二個重大的挑戰當然是要停止暴力的衝擊 因為自從去年反修例風波至今 其實暴力衝擊是沒有停止過的 如果疫情稍為緩和 暴力衝擊繼續 只會攬炒香港 攬炒經濟 現在失業率已經這麼高了 最後就是市民受害 第三就是特區政府有責任要去檢視 反修例風波事實上是看到香港很多的深層次埋怒 它必須帶領香港社會進行一個大規模的改革 所以我們對於新班子的上任 我們都是希望他們可以貼地地去和社會各界溝通 過去市民都是經常有批評政府 特別有部份政策做得比較離地 其中原因就是局長或者制定政策的官員 他們是需要更加貼地去收集民意 所以我們對於新局長的期望 希望他們放下身段貼近民意 特別在這個這麼艱難的時期 是可以和特首以至其他團隊的成員一起 帶領香港重振經濟 以致讓香港重新出發的 至於是幾個新局長的期望 我們對於新任的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偉 我們知道他接下來一個重中之重的工作 就是搞好接下來九月份的選舉 正如我之前在政制及事務 政制委員會那裡已經多次講了 我們要求新任局長要立即去處理好 接下來九月份的選舉安排 包括確保暴力事件不能影響選舉的公平公正性 也都要採納我們多次要求的 電子派票以致電子投票 讓一個公平公正的選舉 是可以在九月裏面發生的 對於公務員事務局聶德權局長 我們都期望他在新崗位裏面 能夠是和公務員保持溝通 也都是帶領改革公務員的制度 因為事實上過去 特別在我們區裏面 很多市民都認為公務員的制度 都已經運作了多年的 現在社會急速變化 很多時候公務員制定政策 處理市民投訴 解決問題是很慢的 而且不夠積極的 需要檢討現在的公務員制度 過去市民都會覺得公務員少做少錯 不做不錯的 我們希望聶局長可以帶領公務員團隊 檢討現在的制度 怎樣能夠更加適應社會的需要 至於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 我們期望他上任之後 可以更好和特別是青年人溝通 事實上青年人在社會上 都有很多的意見 過去政府在收集民意的渠道 是不算簡單來說 特別是在過去一段時間 市民覺得是失效的 我希望作為民政事務局 其實它最大的責任就是落區摸民情 怎樣做好和市民接觸 特別是年青人接觸 比較有效地建立收集民意的渠道 這是它一個大挑戰的 至於蔡新加科技局局長 薛永恒 我們期望它繼續用好科技 推動科技的工作 給市民真是見到 是科技局能夠帶給我們智慧城市 追回落後 過去我們都是這樣期望 事實上這件事真是很落後的 我們連電子投票都做不到 還有我們除了智慧登署 我們似乎其他方面都是比較慢的 我希望新局長真的可以急起直追 最後對於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許正宇局長 我們都是期望它可以在現在這個大時代裏面 是關注資本市場的變化 繼續推動金融和資產市場的工作 讓香港在這方面金融中心的優勢 是可以繼續保持 同樣我希望它都可以繼續推動香港 和大灣區更好地合作 因為香港接下來的發展都是 和大灣區一定是物不可分 它在這方面是有具體的經驗的 做好互保和互聯互通 期望疫症過後 大家是可以和大灣區的合作 是可以作為重振經濟的一個重點項目 我再次最後敦促新的班子 是要和原有的班子 大家一起要團結一致 也都是要共同應對疫情 以致到停止暴力 更加重要也是要推動社會改革 讓香港可以重新出發 大家有沒有看 大家問題 我相信過去一年 其實無論是反修例的運動 以致暴亂 以致是疫情期間 其實市民對於行政機關 以致政府部門的表現 都是有不同的看法的 說實在也有很多市民 表達了對於特區政府不滿 以致對於他們的工作 是希望他們做得更好的 當然 至於特區政府特首 他去考慮他的班子的時候 我相信他的考慮主要是在未來工作方面 是怎樣配合好他的工作 讓到他的工作目標 以致是未來要落實的方針 都能夠更順暢地落實 另一個層面 大家都知道過去社會其實都是非常崩緊 社會也是一個撕裂的情況 我相信隨著有官民的變動 希望亦都是給大家看到有一些新的景象 希望可以帶領香港做好 剛才我說的幾項挑戰工作 還有兩次現任看到消費的公司 第二次現任可以別人設定 第二次現任劇的公司 第一次現任努力的公司 back to 當然 第二次現任劇的公司 一首他們議員的公司 首先我覺得 從黑市 其實是我們的公司 阿團 今天我接受到 晨立任务大的公司 我們是我們的公司 他會成為公司 就像其他其他部份的政府 我必須說,我失去我的隊伍 在我的DAD工作 但當然,我也是很高興看到他 在另一個位置 我願意向他推進去 聆聽見的見證 从总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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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统 可以提供或推荐 更多的总统的总统的总统 在这些重要的情况下 我们认为我们认为 因为政治党的总统 会有重要的帮助 在这些重要的总统的总统 会有重要的帮助 要有重要的帮助 在这些重要的总统 我们认为他们不想 要保持总统的总统 只要是在这些总统的总统 来会稍后再说 那你可能会不会觉得 是没有听闻的 因为就是罗司长和 现在都仍然是在任 我们过往都有批评罗司长 你就是说 会不会有些失望呢? 我们过去都批评过很多 政府官员表现得不会 正如我们刚才说的 不止单一 我们其实对于 正如刚才我说的 在整个反修例事件 以至暴乱疫情期间 其实市民对于政府的要求是高的 那我们作为政党 作为代理事呢 亦都可以多番 又比异见政府 同样 亦都有对做得不够好的 政府观点是批评的 所以是对事不对人的 那总体我们相信 相信呢 特区政府正如我刚才说的 都是考虑到他 未来的工作方針 以至是他未来的政策目标 就作有关的变动 其实民建委员 其实民建委员 作为香港的 民建委员 主要参政集团体呢 其实过去我们都有 不同的政治人材 其实大家都知道 除了参议议会 也有参议党务的 許正宇就是我们的常委 其实他决定去加入政府 成为问责官员 他亦都 今天向我提出辞去常委的職目 亦都会保留了 民建委员成员的身份 从民建委员 从我个人来说 其实我是失去了一个拍档 在民建委员的党务方面 但是同时 由于香港现在 非常缺乏政治人材 特别在这个这么艰难的时候 其实我们都需要 不同的力宴的人 能够进入政府 一起去做 去带领香港 或者去推动一些 真是帮到市民的政策 我希望Chris 真的是可以用他的经验 包括在民建委的经验 就是贴地地去与业界沟通 亦都是在这个艰难时候 就特别留意金融市场的动荡 最重要是保持着香港 金融中心的地位 同时也都是要 刚才我都提过 希望他可以推动香港 和大湾区的发展 公民呢 应该只是 thousands 持续是 testimony 事件 Hasenser到目前4个办公司 能否让开始 公務員的問題我可不可以回答一下 剛才主席已經講了對新的問責官員的整體期望 我特別想講講公務員事務局 的確我期望新任的公務員事務局 能夠在新上任之後 都能夠繼續敦促好公務員的團隊去援手紀律 因為過去我提過 在黑色暴亂的期間 的確有部份的公務員是有參與違法的抗爭 而在這些情況下 我們都要求政府要嚴肅去增進 和作出恰當的次分 我希望未來列德權的局長 都能夠在這方面繼續敦促到他們的團隊 去嚴守公務員的紀律 我都想補充幾句關於我對新任務的專員的看法 現在香港正正面臨內憂 外患 天災 人禍 最艱難的時刻 在這個時刻加入 公務員 加入這個問責的團隊作為局長 其實是非常之艱辛和充滿挑戰性的 所以我相信這幾位新任務局長 其實都是對香港有承擔和有能力的人士 我過去和這幾位新任務局長都有一定的交往 所以我對他們的能力我都是有一定的肯定 和我都希望他們可以滿足到市民對官員的期望 政制及發地事務局新任局長曾國偉 我對他有很特別的期望 因為他之前在這個入境署的時候 其實入境署是很善用科技的 如我們這次其中一個最緊急的任務 就是接下來的9月的立法會選舉 怎樣確保選舉呢 是公平公正的 我都期望他可以引進他在入境署的經驗 是真的善用科技去令到這次的選舉 更公平公正 例如我們都知道 如果還是要不斷容許別人排隊 或者重複排隊而去阻止別人投票 又或者去拿票的時候 就是用最原始石器時代的方法 找紅線畫了人名的話 就可能引致不公平的情況 在這一方面我很希望曾國長可以落實去解決這個問題 因為時間非常緊張 所以對他來說可能是一個很大的考驗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列德權先生 之前和他合作處理這個 湖北港人滯留的問題 其實都見到他在這一方面都是很有承擔的 而且也和他一起去推動這個防疫的營料板 也都見到他其實都是願意用科技 還有願意用新思維 所以現在的公務員團隊正正就是被香港市民 覺得越來越似乎氣時代的公務員 當所有其他的城市都在追緊智慧勝組的時候 其實我見到不是每一個公務員都是追上時代的節奏 可以用新形式新方法和市民去溝通 以及用新的思維去解決問題 這一方面我對列局長有一定的期望 徐英偉其實多年來都有和他在不同方面都有合作 其實在民政事務方面 其實地區都有很多問題需要解決 那我希望這位年輕的局長是會利用他多年來的經驗 和地區加強溝通去解決地區的問題 所以新科科技局長邵永紅其實是很貼地的官員來的 在基建工程處處長的時候 其實已經在推動智慧城市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那我希望在他的領導底下 是可以更加快速去落實 所有不同的政府部門去推動政府部門去落實一些應用 令到我們所有的市民可以切身感受到政府是邁向著智慧政府 我們之前一直在推動著的 無論是EID、CSCI、COD這些基礎建設 其實接下來都是到修成期的 有了這些基礎建設 相信可以很大部分地去加快香港建設智慧政府和智慧城市 那這方面我對新局長有很大的期望 財經事務局我就很希望 新任局長可以繼續去推動大灣區的互通的發展 和金融科技的發展 那這方面是我的一些的理念 其實我也很希望政府可以更加聽取民間的意見 包括民間的意見 包括民間的意見 其實就好像籌政預算案原來我們 我們向他提出大量的意見 包括盡快派一萬元 而其中一個方法就是 向所有在政府裏面有戶口的市民派發 那批是最需要最基本的一些市民 但是經過很多時間的爭取 其實暫時都未見到政府答應 其實政府過去同盟建聯一如既往 亦都是一樣的關係 我們作為政黨 我們當然是會積極向政府建言 亦都希望用不同的方式 推動它去吸納我們的意見 那它推出來的政策 對的我們會支持 但不對我們會規評 我亦都看不到今次的調動 會怎樣影響剛才講過的關係 事實上我們過去提出很多意見 政府都是沒有吸納的 我希望接下來如果有 政府可以整體去改革 其中一個要改革的方向就是 怎樣跟政黨不只是民間 包括議會內的政黨更好地商量政策 推出前可以接受政黨不同的意見 避免在立法會大家都是有比較大的將來 剛才我都回答了 總體來說我相信過去一年 是一個高度的政治高溫時期 其實市民對於社會發生的很多事 包括反修例事件 包括暴亂 包括疫症 其實都很上心的 市民對於很多官員的表現 亦都是有讚 亦都有很多的批評 甚至有很多的表達不滿 我亦都在這裏再次敦促特區政府 事實上現在都是香港一個很艱難的時期 我們要抗疫亦都是要停止暴亂 亦都要停止暴力 更加重要我們都要推行改革 帶領香港重新出發 所以我希望官員如果繼續留任 真的要放下身段更加貼地 去聽民意和拘出他的施政 謝謝 請問我多指教 請用詞 請問我多指教 內會其實我截至昨天為止 都收集到有數位議員提交的書面意見 也都收集了超過一百份 或者可能是去到二、三百份市民的不同意見 在這段期間其實很多市民 很多的朋友也都給了我意見 我亦都會仔細考慮 由於昨天才是截止 所以意見亦都是多的 所以我需要整理 整理完畢就要再跟大家講 這個星期五的會 其實我再次提醒郭榮鏗議員 其實內務委員會選舉主席 他唯一一個議程 以至唯一一個任務就是完成選舉工作 現在已經進入了第六個月 所以請他立即完成選舉主席 會不會有任何部份 暫時是這樣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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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